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会长 谢夫 听说你两位偷偷地 你瞒着我有些搞作 先做好准备 到时找你一起找 是什么搞作呢 我和谢夫在一个新地方 搞了一个展览厅 这是香港最新的文青区 大南街 现在是深水埗 大南街也挺长的 近黄竹街 大南街173号 我们的名叫做大南天梯 是的 有什么展览 这样的 我们未正式开幕 我们现在有个事业展 做一个和我们讲电影有关的 但今次我们不是讲港产片 我们全部是西片做主题 我们会剪出一些 好像这么经典的西片电影海报 这张是《Mission Impossible》 很少可见的这张 正版原版的西片电影海报 但我觉得很精彩 因为里面我们会有很多 大家都认识的电影 以及剧照 做一个展览 这些展览在香港也很少人搞的 OK 作为影迷 尤其是和我们的商业片 我们一定要去捧场 我一定到的 好 多谢文老板 我们记住 时间日期 地点 是的 大家看看时间 地点 好了 文老板 遲些些 等你发掘到你的珍藏出来 我们再搞个展览好不好 一于敢说 好 大家都期待 期待 好 大家到了 记住到 拜拜 拜拜 好 刚才喝口水 刚才在后浪 何叔叔 我们可以不用喝水90分钟 你们专业 当然 一场播放90分钟 当然要有这种本事 还要不喝水之外 咪全部都是水 好水多於浪花 你说有东西要问 是的 刚才我们说两讲差远了 你说起阿叔 我生不逢时 没有看过他踢球 但有看过他拍戏 我想问一下 前辈 你那时候有没有 阿叔踢球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过他长球 阿叔没有 阿叔踢球的时候 我记忆好像还没有开始广播 但就和我做同事 一起广播 一起广播 后来广播的 很多是球员出生去广播 蔡玉宇 很多 找到的都说的 张志登 现在是郑绍聪 很多 郑绍聪是郑国斤的儿子 后期他的频道很喜欢找球员说 他很熟 知道这个位置 我记得郑国斤的儿子 郑国斤的儿子 郑国斤是渔软的中场 好像是巴西学波 不是巴西 是南美 某一个国家 是一个国家 不知是哥斯特尼加 什么东西 我记得是 他在那里 他搬到那里住 他在那里踢球 然后回到香港 我们其实很多 叔叔 没有替过叔叔踢球 不如说一下球 我们香港人 最深刻印象的一场球 应该是香港对北汉 由8点开球 我记得当日又加时 又踢12码 到晚上11点也未完 后来香港就忍恨 射整晚 射到十几 11个 第13个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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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笑话 他说昨天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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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坐的士 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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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 他很紧张 這絕對是,因為我住屋邨大 我記得小時候試過排舊賽 中國女排 我下樓 大家還跟朋友談論賽果是怎樣 不知道贏不贏 後來聽到整棟大學一起開了心機 你就知道哪裡會贏,在樓下也知道 那一晚對北韓,大家就鋪了街 香港真是忍恨 是否最接近世界盃? 差不多了 因為打完那場,再打一回合就有得進 前輩,我記憶北韓很貌 也不是的 北韓不貌,他們輸球回去打一把 北韓尤其是在中國打球 進去中國打球,一定要贏才離開 你不贏就要求你打多一場 不贏就要求你打多一場 那時候,中學隊容智恒的聲音 他們都跟他們說說 最慘是跟北韓踢球 一定要輸給他 即是打麻將 他一定要跟你打下去 打幾要上輸 不是的,一定要救人一命 輸給他,回去 聖金才知道他們為國爭崗 輸了真是 喂,豹豹,豹,豹 為什麼呢? 他到現在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他的國家很封閉 所以很多消息都不知道是假的 傳遍就是這樣傳遍 另外一場很經典的 香港人記得的 就是香港贏中國 是不是你說的? 昨天才有十周年,五一九,紀念晚會 你知道嗎?這件事,照我所知,中國是不給提的 為甚麼呢?他們覺得,你贏我一場球,講了三十年 在我來說,我也覺得過分 只要贏一場球,為甚麼要講三十年? 因為三十年來,都未贏過,贏過一場球當然值得提 即是研究深一層,你不是威風 其實你整體是輸給別人 因為球真是圓,有時是防守反擊 整隊下風球都會贏球 其實你如果說有紀念性,新加坡還需要你七、八年 即是打外圍賽,在新加坡打了四場 有馬良亞,有新加坡印尼 最強是印尼,第一場對印尼 在新加坡打外圍賽,四對 最後一場對新加坡,劉文葉四日奠定性一球 那些才覺得有紀念性 沒錯 你一場過都很容易爆爛 當然 但為甚麼? 那不記得五一九呢? 因為暴動 暴動的 我覺得就是 這些有些 不輸得 有某國的人不輸得 這些有些 都是政治問題 因為香港人那時對大陸的足球不太敢 現在也是 有些總主是抗拒性的 贏了他就很厲害 所以搞到現在 三十年後都還拿出來說 其實足球不應該說政治 足球是因為實力去比拼 我作為中國人 我對於中國隊好像2002年 入到世界盤 我也很榮幸 米勞 那個教練 到今時今日 都唯一帶到中國隊 入最後決賽州 那一年 最後一場在沈陽打 我那時還在大陸做足球 你見證著 在沈陽打 幾乎香 最後贏了 我記得我在大陸 我在上海的朋友 說真的全民都很緊張 那一年 你中國隊好和壞 我不敢批評 但是 是有機會做到你 因為日本和韓國是主辦國 他們兩個不用打俄為賽 就是少了他們兩隊在 如果有他們兩隊在 你能否出線 有一個問題 這些沒得說 始終都是出線 出資就有份 還有2002年世界盃的班底 聽說李鐵 馬明宇、李鐵站 郭凱東、孫濟海站 那時應該是中國隊較強 因為那一年我還在大陸做足球 孫濟海後來踢了萬成 又是阿新 現在還在那邊 現在還在那邊 不是 現在還在英國那邊 另有她是謝輝 那些 沒錯 謝輝是扁扁面的 她在德國 劈過一段時間 我知道這一隊 其實因為有大部分的成員 曾經去過南美洲巴西集訓 好像是建力寶 因為我有一年 在大陸拍一部電影 叫做《我的美麗香愁》 後面有一個 深圳建力寶的老闆 贊助我們 那時他們有一個領導叫張健 因為他們找我 想拍一個電視劇 是說這隊足球隊 在巴西集訓的故事 他們那時不是那個人送去的 是整隊 那時叫做小千鵝 整隊都送去德國回來的 第一年回來 代表遼寧參加甲尾 他一出來就拿了足總盃 然後聯賽只差一場 就贏了冠軍 如果那時他們能夠對北京 贏了北京 拿冠軍就很昂貴 但後來他們就拿不到 拿不到之後 不知為何球員 四分五年到處走 因為我們中國足球 我都很久不久 有時關注了 後來變成好像外國那樣 又去請外國的球星 教頭 現在連國家隊都有外國人 因為你經常都出不了線 我打算找一些入籍的 其實這是很短線的 同時我覺得你這個 不能代表自己的國家 現在香港 你找那麼多 歸化 香港隊七年之後 都是香港人 一群鬼佬當是香港人去踢 代表香港隊 那你對足球發展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日本日積 其實有足球小將漫畫 之後才有日積 之前也沒有 日本是打Baseball 不是以踢足球為主 即使台灣和美國一樣 自重棒球 Baseball不自重足球 每一面格子圓 你現在好像美國那樣 你美職 特技不一樣 但他棒球很厲害 藍球很厲害 現在美國開始有華盛頓 連贏幾場 有了很多年 那時候請碧涵過去 又請比利過去 碧涵是老闆來的 碧涵是老闆來的 所有的我們知道 歐洲的退休球星 最後一程 不是去中島 就是去美國 全部去賺錢 但是我們真的是 主要如果領導 KK 你這麼有對足球的看法 怎樣令到我們14億人 去培養11個人出來 其實這些事情 怎樣說呢 很難有定論 因為很多原因影響 有些球員拼命 有些中國足協 組織不好 那樣都有問題 很多年前 有很多最出名的黑哨 全部打架球 球證 那時候是這樣的 很多就是 我最記得有一場 廣州有隊叫做 重日 重日 日本電器 那時候徐根部 教重日 最後那場 他決定他降不降班 嗯 他開了賽之後 贏了球 他就以為不用降班了 誰知道回到家 對方 七、八球 即是得失球輸了 得失球輸了 因為那些大開中門 要輸救 那時候規定 同時間開球 但是那場應該在成都打 是 他就不知道 不是 他只是遲開球 等你這邊 看著來打 你這邊完場 他還有十分鐘 那十分鐘就可以做事 好像曾經有些 不夠數 自己踢自己龍門 都聽過這些故事 那些 很荒謬 有無就無可說 你說他自己踢 他可以說失腳 對 龍門打了球 好 太過分了 真正球迷 當然知道我們說的經典賽事 說回一些不是球迷都喜歡聽的 何叔叔 你都曾經好像帶領過明星足球隊 那時候不是帶領 我是做集工 即是做管理 即是這個明星足球隊 就是智偉 聰明 因為那時候 最初就去藍馬 他們的班入了藍馬 藍馬 不知道 藍馬八十 後來藍馬 換了班主 他就跑去精工 精工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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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精工老闆 熊章生做老闆 我出膽社出過一個 香港明星足球隊的特刊 我也不知道 我送本給你 我的倉是一疊 哈哈哈哈 這些明星有踢球 他們是否好球 最好球是誰 那不用多說 我的弟弟 KK仔 小KK 張國強 他是職業足球隊 阿倫聽說 他不理會否站在籠門口 等入球 那我不太誇張 即是他不回後面 但最薄的 好像是智偉和阿叻 他們倆最喜歡踢球 最薄的就是黃逸華 黃逸華 這個人很可愛 平時你也知道 他很斯文 現在落到球場 發狂了 他自己也說 他自己也說 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落到球場發狂 那我就好 那對方就慘了 他發狂 是很勤力追球 很勤力追球 同時很投入踢球 他很跟蹟計較 即是說很興奮 就罵球證 怎麼不吹噴他那些 對 很有趣 譬如有一些 上了年紀 羅家英 許冠文 那些都落場 那些 怎樣說 他只是賣名字 臭腳 羅家英 初初不是踢明星隊 他是踢時藝隊 有兩隊明星隊 一隊是Lady 倫尼那一隊 另一隊 當時有些老闆 想入明星隊 但你知道明星隊 不是每個人都來得 有錢都不受你玩 不適合玩 不讓你來 就組織了一隊示威隊 另一班人 那時候是羅家英 帶頭 另外就是關正傑 不是關正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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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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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班是另一班 那隊叫做示威隊 就是以電視台的藝人提主 對 然後跟明星隊一起混合 有得去玩就去玩 有得去玩就變成對的 跟著你 你去日本那次 成龍 紅金寶 紅金寶 許冠文 許冠文 另外陳恩健 這些都是踢球的嗎 這些踢到球的嗎 都踢到球的嗎 梅艷芳有去嗎 梅艷芳有去 對著樂賣場 不是做啦啦隊 梅姐是做啦啦隊 許冠文 他跟我說他的秘訣 就是 拿到球 看看誰就先給別人 即是不會自己懶得去扭 不過他很棒 這些是正確的中場 即是現在那些很直線的中場 那些都是這樣 那些路上搞笑而已 陳恩健沒有踢球 成龍就是懂一點點 進去大鵝關斗 去日本那場 我最記得就是 那時候是飄馬贊助的 是 他穿了雅兮 雅兮 哇 那麽大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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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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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仲珊 那麽算了 那麽大鵝 那袁彪有沒有去 袁彪拍過波牛 我記得 袁彪沒有 袁彪好像也不是 他們那班人在一起 袁彪拍波牛 我便幫他拍 是嗎 是呀 你有份做的 我做過幾套 是嗎 你是嗎 你不找我 真是 早點說 周潤發和誰那套 那套 殺妻餘人組 是呀 我記得陳友 開場是有我的 為何呢 我記得那一套 我們在講波 發哥來 問他們 我們想拍攝你的鏡頭 在我們拍攝 我們問我們老闆 終於拍了 後來我們看 開場 一繫那麽多就沒有了 幸好有來 好賣座那套戲 是嗎 是呀 殺妻餘人組 另外有場 是我配音的 五福星 奇茂廟的五福星 是呀 那些在講波 他就看著電視 說過 那個就是我 噢 那時候配音最慘是怎樣呢 他不看電視 那時候 你就不會出聲 看電視 你就會出聲 那就會慘 哈哈 同時和成龍拍那套 龍少爺 龍少爺 龍少爺是劇那些蜆 我就講演 是呀 我去台灣和他拍了一個星期 是呀 這很重要 大哥最早期的 師弟出版龍少爺 那時候回來才配音 還要去台灣 去台灣拍完之後回來配音 你也是當然去台灣的 他拍了一個星期 那時候回來配音 不是嚇你 大哥也說 嘩 這麼快一拍就OK 很厲害 一拍就OK 當然 專業 那時候他問我 你要什麼 他說不用 你把所有的名字都給我 都可以了 因為你的演員 有個愛好 你把所有的名字都給我 都可以了 所以專業就是專業 專業也沒有用 說話說話 你都不問我 快點開電視 今天很開心 因為見到何叔叔 KK 何老鑑 即是幾十年後 都見到我 又這麼好中氣 又這麼好記性 但其實你退休了多久? 三十多年 那這三十多年 你做什麼? 我退休之後 入了大陸 幫朋友 搞一間印刷廠 現在是他上市 星光彩色印刷 及後就是去1994年 中國搞事業足球 叫做甲尾 是的 那我就上去幫忙 他有一間 就是別人的足球 是有人承爆的 轉播 什麼都做 他那間公司 叫做國際管理集團 就是整個甲尾的所有東西 整個甲尾的所有東西 他都買光 他找到萬寶路贊助 給你一筆錢 他就幫他看著 我幫他看頭看尾 不是看著 很誇張 另外就是 我初一進去 他因為賣了電視傳播權 ESPN 那時不是叫ESPN 是叫Starsport Starsport 就在法國請了 組攝製組回來和他拍 來轉播 他買了那個 境外轉播權 所有境外的電視傳播權 都是他的 他要找一個人幫忙 那你就 大江南北 到處都去 我那時是住在上海的 上海 這個星期天津踢球 我便逢星期五便飛去天津 天津 打完那星期一 我便回到上海 又等下一個星期 上海 成都 真是 這些生活多好 整個大江南北 神州大地 全部有你的足跡 你多慘 大哥 你知道那時 國內沒有那麼開放 我最記得在濟南 學濟南山東 我由頭之尾 都是吃一樣東西 辣椒 上周拉麵 因為你不懂得去找食物 及後熟了 就多食物 熟了就自門路找食物 自門路找食物 自門路找食物 甚麼都吃 總之 無法到你不吃 今天真是很開心 但一直有罪咎 何叔叔還送去 出了多久 這本書 剛剛出的 頭尾兩年 不是頭尾三年 頭尾兩年 現在是絕版 現在已經是 怎樣說 買不到了 不是買不到 在炒 我們收回了 不賣了 你賣了 你收過幾本 沒意義 是用來送給我的 我知道 你要十本 我就給你 十一本就沒有了 你簽名 我希望裡面 有去回憶一下 裡面很多帥物珍貴 真的很好看 你也好 我給錢買的 那本 幸好 簽名加持 所以 今天很開心 我們的頻道 講這些講那些 大家想不到 我們講足球 足球真的有 劉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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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講到現在 今天真的很開心 多謝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這個頻道 亦有機會 何叔叔 我小朋友幾歲就看著 不是幾歲 幾歲哪會做事 十歲 十歲就做小訪 一眨眼 半世紀就過了 你不說我忘記 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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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很多小朋友 太多了 但最聰明的是我 最英俊人 我忘記了 你不是 這樣也不給面子 你說是就行了 不行 不行 實話實說 好了 多謝你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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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各位 各位